吴奇隆紧贴着玛雅叔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玛雅叔娇羞地点点头 小两口好感情易于言表 不过这样的画面已经成为往事 2009年两人婚姻构中 离婚后吴奇隆买手工作 直到现在终于认了跟刘诗诗圣恋爱进行事 两个人在戏中深爱彼此 戏外同样打得火热 消息传到前期玛雅叔耳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外传吴奇隆当初是以 100万人民币赡养费换取自由 离婚四年了到现在依旧每个月 从银行汇还给玛雅叔 逼得玛雅叔在微博po文反击 玛雅叔针对吴奇隆新恋情 他说相爱了就要好好的在一起 大方献上祝福 另外针对外界传言的赡养费问题 则是用强烈措持驳斥 文章上头写道 离婚后没多占他一分钱的便宜 不斥吴奇隆给他六栋千万的豪宅 跟100万人民币赡养费的说法 想澄清外界对他的误解 如此大动作就是因为前部 吴奇隆新恋情曝光 反倒让玛雅叔成了外界攻击的对象 东西新闻 蔡婉清 庄胜利在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